六星坑 我今天六星坑刷出了一只快龙 泰晶恶的话 铁币绑应该是不二人选 吸取权可以吸得很舒服 来 泰晶恶的大快龙 快龙我之前抓过一只了 泰晶属性比这个好多多 来吧 关键我的队友还是没换 还是超快星 刚凯亚和中尼玩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 怎么上来就龙5了 难道这是一只讲策略的快龙 他上来就龙5 我倒是有点慌 别待会儿摁不住他了 太吓人 吸他 啊 直接 二段龙5 这是要起飞啊 这个家伙怎么像是一个 真实玩家的打法呢 他要是一顿龙5 提到三段四段 我就不用跟他玩了 肯定被他秒了 真的三段龙5了 那 那输定了 他 待会儿 要开始秒我了 哦 这一拳倒是打了不少 但是三段龙5真的很吓人啊 开了盾 开了盾 我的天不要吧 我太精化还没出来呢 而且我太精斗 他要用个飞行招式 我就直接倒 他现在三段龙5 不飞行可能也得倒 我扛住了这招龙虎通 但是好像没什么用啊 吸不动了 完了 下个龙虎通我可能会倒 我可能吃果子的机会都没有 虽然可以泰了 但是他先出招 如果我能躲过龙虎通的话 就还有希望 龙虎通不要命中我 拜托了 看看啊 好 我泰出来了 龙虎通命中了 那不白菜了吗 这打不了啊 这样 先逃 先逃 这只快龙也太夸张 不过我的七十猴 我倒是 倒是有挑衅 来吧 快龙 再试一次 哎呀 不换人 这个问题 真的是 这三个人 对我没有任何帮助 基本上 挑衅 先费他一招龙5 对没费 我挑衅 果然 他又想5 我没有让他5起来 贱美 贱美的段数再高一点 六段了 六段贱5 哎他还没命中 所以只要他命中不了 我就一直贱5 不是贱5 一直贱美 如果是贱5的话就好 三次就没贱了 三次就没贱了 见没有 六次会不会有点太小的 龙斧冲 还是没命中 我的运气 我这运气有点爆棚啊 这运气要是再打不赢 龙斧冲 我连续三次都躲过了 龙斧冲 这是什么样的运气 但是挑衅效果好像没了 挑衅效果没了 我得再继续挑上 他肯定要龙5 我就挑衅 让你一下又5不出来 快龙 中了挑衅 他果然又想用龙5 太好了 然后他用龙斧冲 然后又命中不了我 这是什么样的运气 我已经四断了 他是什么时候清除能力变化来的 我忘了 连续四次躲过龙斧冲 哇各位你们来着了 这样的盛世 谁见过 他又要用龙斧冲了 果然 阿姨终于命中我一次 但是已经打不斗过 我已经提了5断了 行了行了开揍开揍开揍 别待会消除能力变化了 不要忙活 来开揍 而且我还得抓紧把斗开出来 把那个太金开出来 开揍 哎呀 龙斧冲 哇又没命中 我是不是六次里面躲过了5次 完了 太金被他吸走 但是没关系 等等 我得看一下挑衅状态 挑衅状态 挑衅状态没了 马上再挑上 必须一直挑他 绝不能让他提啊 但待会他会清除能力变化 哎呀 果然他又想龙武 黄墙也使不出 龙武也使不出 太好了 要的就是个效果 现在就看他什么时候清除我的能力变化 如果他清除了 我得再五两段 哇 又没命中 我无敌了 我这个运气无敌了 他龙斧冲 跟没有一样 效果消除 快快快揍 啊 这就打的少多了 所以必须得太金化 又没命中 这是什么情况 这个剑没剑 这就是像是提了闪避律一样 他完全打不中我 这是快龙 打中了 但是打我很少 我现在就怕他清除能力变化 应该可以泰了这回合 对应该可以泰了吧 完蛋 我刚刚要太金化 所以我应该提四段 不要提五段 提五段就晚了一点了 真的 提五段就晚了一点了 太金回合又没了 我我太金化先挑衅他一个 绝对不能让他五 太金三段 太金三段之后 多打一 多打几次 太金化之后 多打几次 诶 哦 他出盾之后 这个辅助招式就没用了 是不是啊 哦 他出盾之后 这种挑衅什么的 他就中不了了 只能生咒 然后他趁机开始容忍 好吧 还相当于说 不再受这个变化招式影响了 看你猫八 啊打太少了 没有没有那个健美的效果 打太少了 哎 这不行啊 他使出水流尾打这么多 好吧 他知道龙武打我 龙之斧中打我少之后 就用水流尾了 但是我严重怀疑 他现在不止提了一段了 让我来看看 什么时候提成五段了 他只在我面前龙武了一次 也就是说他有可能在别人那龙武了很多次了 好吧 再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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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本来我以为太金鳄的快龙很好对付 没想到他一直龙武这么智慧 哎呀令人捉摸不透的快龙啊 这次他用龙武了 好吧 让我安心的复补出来也行 吸 龙武中 不倒 很好 拼命吸回来 好 漂亮 这样我的果子相当于就不需要 嗯 带节拍器就带堆了 果子就是保命 如果不需要用他保命的话 节拍器还是很划算的 什么时候提这么高了 我又要 他要被秒了我感觉 在他清除能力变化之前 我必须赶紧把他给放倒 然后我还得赶紧太金化 吸取拳 要不然都吸不回来 太多苛刻的条件了 没有命中 漂亮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现在任何一点点运气都很重要 这样我就可以太出来了 太金吸取拳 吸的更多 打的也更多 他不会这会儿又提满了吧 提满了的龙虎虫我可扛不住 或者像刚才七十猴那样 连续五次龙虎虫我都躲过 那就帅 怎么样龙虎虫 为什么 现在绝对是有bug了 这个太金层 他为什么莫名其妙的又提满了 哎呀我的太金 又没了 没得打了 我看他是不是提满了 太赖了 什么时候提满的 哎 而且你看他提了两级速度 但是却提了六级攻击 怎么做到的 他的龙虎不是应该一起提的吗 不过也有可能是中尼丸马马 什么中塔给他剪了 总之是打不过的 再见 还有谁有可能打呀 啊 巨弹将 巨弹将也有可能 巨弹将至少能躲龙虎虫啊 妖精出行 然后用 嬉闹或距离锤回血 先剑五呗 剑五 一点都不五 这肯定是不行的 指流尾 指流尾打的还行其实 再剑五 啊 他开始龙虎了 这个家伙开始提了 发现他正常提也行啊 他总是莫名其妙就提满了 这边让人很不爽 从来都不正常 那我其实不是下一次水流尾要扛不住了 这么说的话 这 这也太轻松了吧 一段龙虎一个水流尾就给干掉 我严重怀疑他就特殊死了 果然 龙虎一次就满级 我这太琴科肯定出bug了 从那个铁板叶开始 我是不是应该关一下游戏再重开试试 我这游戏倒是一直没关 说不定还能刷新一下队友 队友关一下重开试试 看这样能不能刷一批新队友出来 来来来 一个全新的开始 让我来看看啊 我还是铁币榜呗 我觉得铁币榜的可能性大一点 如果bug消除了给我换了三个队友 我就有希望了 来看看这次给我匹配的是谁啊 换人了真的换人了 看来就是要关一下游戏 哎呀 我这么长时间从来没关过游戏 所以 人一直不换 终于被我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你看 他肯太罗上来威吓一下 多放心呢 沙奈朵魔法闪药效果绝佳多好啊 不过这次没有人 那什么没有人 给他灼伤 哎你看麻痹了效果多好 哎帅了 换了队友之后 整个精神都振奋起来了 太金坑里充满了欢快的气氛 哎 看着快龙的面向就觉得太多 你看看连续两个回合麻痹 这是我之前那三个猪队友做不到的 我终于换掉了那三个猪队友 原来只要关掉游戏重开就会换队友 而且现在他提的那个bug应该也消除了 他还是提满了 哎不对不对差点用雷电弦 他还是莫名其妙的把攻击提满了 但是我莫名其妙的又又躲过了 哎呀 这个提攻击这个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他又提满了 所以这时候要是一个龙虎冲中中了的话 我我同样会倒 还是输定了 这 哎呀攻击速度提满 相当于他无形之中又见龙虎了六次 这还是得倒啊 哎 铁皮网居然扛住了这下 打掉一半盾 打掉一半盾 漂亮 这一圈打的 这一圈打的我能吸满 我突然觉得大有希望 而且他的盾没了 就算被他干掉 再活过来还是有希望 还帅了 而且沙奈多 还效果绝佳 我他都已经提满了 我都扛住了 而且我先出招了 哇 整个战局完全改变 自从换了队友之后 不 这只快龙值得纪念一下 绝对值得纪念一下 刚才怎么做到的 为什么他速度都已经提满了 还是我先出的招 而且一拳打掉了那么多 而且我还扛住了一下 攻击提满的龙虎虫 哎 转运了 我终于转运了 大家如果遇到了我相同的情况 记得把游戏关一下再开就好 来 来看看 是不是6V 还是5V 特防不咋地 不过太惊恶的快龙应该是 没什么用 这次重开游戏之后 虽然队友这个bug修复了 但是他莫名其妙就龙五六段 这个事还是搞不太清楚 行吧 那么我们今天就到这吧 下期再见了各位 拜拜